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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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次参与三轮雷藏寺法会的贵宾云集 远道而来的弟子近千人参加 在十轮金刚法会开始之前 世尊师母 卢圣燕布施基金会 卢佛卿总裁和贵宾们 共同为三轮雷藏寺的落成剪彩 圣尊连身活佛在当天 并且为三轮雷藏寺揭开点 而且有两尊师王菩萨在门口 连身活佛特别为他们开光眼睛 参与三轮雷藏寺 国女之娃云建 river 宗宥宣伺 我却是四三轮爱情与光明尽 我却是四十长爱情与光明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後師尊說您是一個人對不對 獨立的完成三輪雷脹師的這個 這個是師尊跟姚思青母大天尊的那個 加持力才有辦法這樣 當初你覺得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說實在的有的時候你蓋一個廟的時候 你很難去估價到底要多少 那你自己本身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一直在做你根本沒去考慮 只是想把它完成把它完成 但是會碰到評寢的時候就是說 有些你的料 你做什麼人家要拿錢 你那時候就想說 哎呀糟糕後面沒有了怎麼辦 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有些要先付 鞋邊要先付款才能取貨 那不是這個是一定要這樣子 但是所有的東西你要做 你要一邊做一邊要付錢 那我的原則上是很不喜歡 把它自己去向誰貸款貸款這樣 不太喜歡這樣做 但是很慈悲 師尊母娘加持 剛好一切都慢慢順利 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什麼勸到錢這樣 這個很感恩我家師姐 她能夠把所有我們該用的財產 做什麼做一個規劃 然後這種時候 我們就好好的把它計畫一下 到最後剛剛好 蓋完了也差不多用完了 三輪雷藏寺完工落成圓滿 真的令我們非常讚嘆 而在11月14日 連身活佛為三輪雷藏寺 親自主持十輪金剛大法會 這也是秉承著 土登達爾吉師公所嘱咐的 要普傳十輪金剛大法的志願 當天艷陽高照 象徵著大日佛光 整場法會 法流充滿 聖尊又再次的開示到 十輪金剛有更祕密的統決 事實上 如果能夠得到十輪金剛的灌頂 就可以得到多種祕密 也許您真的無法想像 今天我們就再來看在台灣 連身活佛主持十輪金剛 護魔大法會的時候 非常寶貴的開始 一心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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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輪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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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名王 十輪金剛大名王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法師 講師 講師 助教 各位同門 還有 我們 尊貴的 貴賓 還有 我尊貴的 父親 還有 師尊 師母 尊貴的 家眷 大家 大家午安 今天 我們在這裡 要講 十輪金剛 盾牌法 十輪金剛 盾牌法 當我們 剛剛做 十輪金剛 附魔的時候 還沒有在做 附魔以前 十輪金剛 已經就下降 在做這個 附魔法當中 十輪金剛 一直都沒有離開 一直都沒有離開 以他的最大的十輪法力 我相信 在座的所有的人 每一個人 都可以 心想事成 只要你受十輪金剛的灌頂 只要你受十輪金剛的加持 他的很大的法力 就發揮在所有的參加法會的每一個人的身上 五大金剛法 最早出現的金剛 是喜金剛 最後一尊出現的金剛明王 就是十輪金剛 就是十輪金剛 所有金剛明王的法 你只要修一尊相應 你再修其他的 五大金剛明王 五大金剛明王 十大金剛明王 十大金剛明王 八大金剛明王 你都會相應 那首先 我在這裡 要跟大家先解釋一下 免得 又被台灣的這個記者們誤會 對啦 還有尊貴的記者先生 我頭上戴的這個寶冠 就是象徵了五佛 跟我所有的上司 我耳朵戴著耳環 不是我練奎花寶典 而是象徵了密教的升起次第 即圓滿次第 兩個次第 通通非常的圓滿 那麼耳環它本身也象徵了 所有的一切的毀謗及惡意 都可以不要聽 也象徵了它的嘴巴口出善煙 那麼我的手上還有一個手環 就象徵了身體的親近 身體的親近 還有我帶來一個義配 這個義配 這個義配呢 就是它象徵了意念的親近 也就是身口意親近 那麼我手上又有十個指頭 都戴了十個戒指 這就是十輪金剛的十日咒 都在師尊的身上 所以請記者先生們 因為它有它的象徵 所以不要再講我佩金待遇 這是法會的時候才這樣子的 如果不是法會的時候 我是不帶的 台灣雷仗司歡迎您參加2月28日感恩晚會 與連生活佛共度元宵節 當晚必有煙火慶祝 最特別的元宵節 您一定要來參加喔 今天大孔雀冥王是眾佛的力量 所以可以轉定業 百年難得的音樂 2月27日 台灣被葬死 孔雀冥王護魔大法會 倒數計時 各位愛護如聖雁文奇的朋友們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連生活佛為了回饋眾生 特別將在台北與書迷面對面接觸 2月23日 歡迎您把握機會 連生活佛盧聖雁 台北簽書會 詳情請電 049-2312-992 我覺得我們人的一生 非常的短暫 台灣本身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非常的想念台灣的這一片土地 我已經講過了 總有一天我會夜漏歸根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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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講過了 好 夜漏歸根 人的一生 從出生 一直到死亡 其實時間是很短 時間非常的短 这个讲笑话的陈传芳女士 她告诉我 这个人生是什么呢 就是一岁的时候 她叫做出生亮相 十岁的时候是学业至上 二十岁的时候她的春心荡漾 三十岁的时候是职场游荡 四十岁的时候开始发胖 五十岁的时候老当义壮 六十岁的时候血压就向上 七十岁的时候就常常健忘了 八十岁的时候一走路就摇摇晃晃 九十岁的时候她已经老人直呆了 所以迷失方向 一百岁的时候就挂在墙上了 但是大家看到这里 觉得人生也不够如此 很快的 这个百年一梦 它就过了 那么也请大家不要因为我这些话 而感到忧郁 现在很多人有躁愈症 有忧郁症 这个陈传芳女士又讲 身体健康就不用忧郁 身体你很健康 你还忧郁什么 身体有病 这个病会好 你也不用忧郁 反正病会好 忧郁什么 如果病不好 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往生到清静的佛国 那么也不用忧郁 其实她最后讲 这个夏拉第义 因为很多的亲戚朋友 都在那里 这个聊天都来不及 还有什么好优异的 夏拉第义 真的 大家都会欢迎你的 而且耶稣会讲 哇 你也来了 这个 塔善 这个 什么 哈拉哈拉 都来不及 还有什么好优异的 还有什么好优异的 现在言归正传 十吨金刚 可以断烦恼 就是以前我们讲的 金刚解法 你念十人金刚的十日咒的时候 你挤着你的法子 十人金刚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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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挤向西空 你要雨有雨 要轰有轰 你的成就 你的成就 就跟十人金刚 一样的有大的法力 是 我们的 我们的同门当中 已经有修持 十人金刚 绝法相应 他 他看见了十人金刚 十人金刚 把他带到海边去 到海边 他挤起金刚处 这个浪 这个浪啊 就往上升 金刚处一放下来 浪就下来 我在想啊 那个浪啊 他本来就有高的 有低的 他浪一来 他就举起金刚处 浪一下去 他就放下来 这也是相应 不过 不要笑他哦 十人金刚 跟他讲 你跟我四门 我就叫你 升起着佛 你能够 呼风范雨 能够把这个世界 整个世界 操控在自己的手中 邪密教的 有这一点的力量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太子体育馆 我无意中讲来一句话 举起金刚处 既然地球啊 渐渐的软化 那么我们就请太阳先生 离开地球 离开地球 稍微远一点 这一句话一讲 想不到是一个法子 今年的冬天 到处下大雪 我再举取金刚处 以瑶慈金母七大法 把你身上的毒瘤 化为虹槽 所有的蜜蜂 从虹槽飞出去 你这个流啊 你就渐渐的消失不见 这个毒瘤就渐渐的消失不见 这个毒瘤就渐渐的消失不见 很奇怪的 尤其是美国的蜜蜂 我不知道哪里的 世界各国的蜜蜂怎么样 总之 就因为我 让所有的毒瘤化为蜜蜂 飞到西空之中全部不见 这个问题很严重 全世界上的蜜蜂都不见 连西雅图雷上市 这个高明善 不是高明善 不是阿贤 这个连登 高明寿 连登上师 阿修 他站起来了 他怎么搞了那么多戴眼镜的 连登上师阿 他在西雅图雷上市的家 本来阿 都会 在了这个春天开始的时候阿 长很多的 那是什么水果 哦 枣子 枣子 他会长很多的枣子 结果花钱不开了 没有蜜蜂 没有蜜蜂来阿 往年很多的蜜蜂都来的 所以他会结很多的枣子 今年没有蜜蜂 所以我们用handmake 用手工阿 用手工阿 把这个花摸一摸摸那边的花 这边摸一摸摸那边的花 摸一摸 这样每一个花都给他摸一下 希望他的花粉能够传播阿 传播阿 不过我想 蜜蜂本来有传播的功能 但是我不能再叫那些那个有长毒瘤的那个 飞出去 再飞回来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个办法 我现在念一句 奥哈 卡马拉瓦拉雅 送哈 齐请十轮金刚 让所有的蜜蜂 飞飞养蜂烟 我妈你被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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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7日 台湾病葬死 孔雀冥王复苑大法会 拜祭祭祭祭 就好了 不是 我妈你被迷惑 我妈你被迷惑 词